華航最新排版要砸超過千億 買進16架的波音78機 這難道又是一場飛機外交嗎 時間交給子晶 好 今天市場上最熱的話題 就是我們的航空龍頭華航 最新是說要砸千億買新機 結果竟然是被政治推銷嗎 其實我們可以先看到 華航這次要買的就是有 號稱是夢幻客機的波音787 它這次排版說要砸1400億 買進16架還有8架的選擇權 要拼在2025年開始交機 其實看起來好像是說 他們很積極在擴充戰隊布局 這個議後商機 可是竟然就被說背後是政治推銷 為什麼會這麼講 其實就是因為大家發現 這當中似乎有貓膩 這貓膩就是說 美國議員今年4月來台的時候 其實他就曾當面 向我們的總統蔡英文表態說 我希望台灣可以購買這個波音787 而且他返回美國的時候 竟然還是這個受訪的時候 還宣布說 我希望台灣可以趕快宣布買這個 24架的波音787 所以這次華航一公布的時候 大家簡直是驚呆了 因為一看這個華航要購買的數量 就是和美國議員先前提的一模一樣 而且大家我們都知道 這個華航算是半個公股 因為這個官股持股超過五成 他連董事長都是政府直接指派的 所以市場上當然就會想說 我政府跟你施壓 叫你買 你有可能不買嗎 當然不可能 而且其實這次會這麼講 就是因為我們過去華航 在添購新機的時候 好像被迫買單已經不是頭一次了 說這個2013年的時候 華航在決定說 要再買這個空中巴士 還是波音兩個日選一的時候 傳出美國當時就有出面 就是來施壓說 你就是要買波音 這2018年的時候 華航好不容易說 那我引進這個空巴321Nio好了 結果他還是得購入 這個波音的貨機來平衡一下 不過這次華航他是反駁說 我們其實都是為了營運考量 他還盤點說 其實波音787有很多的優勢 像是在航機設計 或者是營運效率 或者是燃油上面都很有優勢 他們就是為了太舊換新 把手上這個比較老舊的飛機換掉 他們要換掉的是這個空巴A330 雖然說他們是這樣講 我們先不要講說 到底有沒有迫於政治壓力好了 這個專家其實就說 其實這幾年 因為這個波音787 它這個失失率實在太高 所以我們的國內航空公司 其實都是比較傾向說 這買這個空巴的飛機 而且這A350的評價也比較優 而且這次華航 其實這樣子買下去 專家就是優心 現在對於短期 他們成本來講會是直接大增的 因為華航他們在787上面 是完全沒有維護能力 那你這個組員要轉訊 還要後勤維護 這對短期的成本營運 一定會帶來影響 那我們再把時間還給佩宇 小時故事直播